美联储年底放歌,美股大仗,尤其是道琼斯指数创了历史新高 我们马股KLSE最近几天也是借势上升 在板块表现里边,手套股表现比较明显 跟这个消息面,新冠的确诊数字增加有所关联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手套股Top Glove在下周会发布财报 那么经过两天疯涨以后,能不能够,手套股还能不能够借这个市 毕竟作为一个手套里边这个权重最大的这个标的股 也是最出名的股票之一,对吧 能不能借这个市再进行暴涨呢 MG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Homely Lunch 其实已经是下午茶了 因为中午呢,临时有个会 所以呢,我就把它推到下午 正好也是盘中的时间 我们以前呢,没有在盘中给大家讲过 现在是四点钟 下午的四点钟,还有一个小时就收盘了 对吧,那用另外一种感觉 盘中的这个感觉给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大家可以告诉我在留言区 好吧 今天12月15号周五啊 我们收盘前一个小时给大家来分享 所以也有一些,因为我给大家分享的主要是跟这个最近涨了最好的一个品种 对吧,手套股来解析一下 也会结合一些最近投资者问到的一个问题给大家来解析 好,我是MG啊 如果是你是第一次来收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Homely Lunch 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收听到出品的内容 好,会员朋友和粉丝朋友呢 可以来点赞 转发我们的视频 给到身边需要帮助的估友 我们视频所提到的股票呢 没有任何推荐嫌疑和买卖建议 大家需要注意投资风险 好,我们看看一下最近的这个美股啊 真的是飙升 虽然道指创新高 但是你看涨了最凶猛的是谁啊 哎,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更新过来啊 我们用这个,用这个表 来看一下美股啊 先看一下美股 毕竟这个是股市里的大哥大 对吧 它带动整个全球股市的上涨 你看尤其是IWM罗素啊 中小股飞涨啊 一天指数能涨个3.5%啊 3.5%非常厉害了 一天上涨超10%的股 美股呢 有329只昨天 所以呢 基本上 做美股的朋友啊 很轻松赚钱 所以如果你在马股里边 哎,觉得赚的不够的 来,欢迎来美股 对吧 好,看一下我们马股的情况 马股呢 其实没有说特别好啊 但是最近也接了一些事 你看哦 在前两周 外资都是流出的啊 一直到昨天周四 流禁终于由负转正 外资开始净流入125个命令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整个情绪没有回来 你看上升超10%的股票是25个 之前有40个的时候 也不是特别好啊 这里面很多是手套股 像25个里面有很多是一栋股 不能看的啊 然后今天中午啊 今天中午的情况 呃,成交量啊 到了20多个亿 还不错啊 半天就到20多个亿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借是 一定要懂得借东风啊 好吧 这点很重要 我们看看一下KOSE的一个走势啊 这个是KOSE 它呢 一直是在这个横盘震荡里边 去走 对吧 中间下来以后又往上走 还没有突破这个1640点 呃,1460点 现在是到牛四了啊 往上涨牛四 大家知道到九啊 涨到九容易拐 那么现在还有 还有几个数字啊 但是它人就可能会断 因为前面这个高点太难过了 1460点 看它能不能过去 但是不管它过不过去 只要它是在这个上行阶段 那就是机会 对吧 就是有空间赶紧去转 但如果它没过的话 下一个礼拜有可能会什么呀 下一个礼拜有可能会往回走 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啊 这叫居安思维 别人都在兴奋 别人才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它有压力了 就像今天手道股调整 是一样一样的 那么今天如果你不会看 对吧 我们还有个变盘台力啊 你看变盘台力清清楚楚写到了 15号就是一个什么呀 二级变盘点 所以需要注意 对不对 你看包括下周五 也是一个长期的变盘点 然后月底的还有个变盘点 都非常关键 下一个礼拜 有可能是个底 有可能是个顶 对吧 包括下下周礼拜啊 很关键 变盘台力是我们指数的拐点指南 一定要掌握 我们2024年的已经出来了 好吧 会在1月6号的线下活动给大家推出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 好 这是我刚关于我们指数啊 指数方面讲到这里 那只要把握好它的节奏 要选指数上涨的时候 你疯狂赚股票 那么下跌的时候呢 你就去干嘛 选股票就可以了 对吧 叫上升赚钱下跌 赚股票 好 我们看看板块的情况啊 周一到周四 那么主要是手套股啊 这个板块上涨了7%啊 7% 7%的上涨 还是有热点的 好吧 你看看它涨多少 你看前两周 涨了最多的一个礼拜 也就两到三个巴仙 太少了 7%还像一点样 说明什么 有风口 我们也看了 昨天外资流进是100多个million 这还是OK的 有赚钱效应的 好吧 所以你要看整体市场的赚钱效应 好不好 决定了你 什么 去投资的时候 是不是更容易赚钱 好 那我们就重点解析一下 手套股的这个品种 先从它的板块来看啊 大家不要一味的 只是看自己手上的股票 也不要一味的只看分钟图啊 我们要有投资策略的来看 先看整个板块指数 这个是月线图 之前很少给大家去看月线图啊 因为本月呢 目前来看是有一些规律的打破啊 我已经写在这里了 好 大家现在看这个数字啊 这个叫四九结构 当一个蜡烛的收盘价 高过四天前的收盘价 它会形成一个扭转 第一个蜡烛我们叫牛一啊 第二个叫牛二牛三 如果这样的蜡烛呢 一直跑到九根蜡烛 那么它就会容易形成一个转折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正好到九下来的 那么在月线图上呢 它之前最多的时候就是到二啊 这个二是我标出来的 因为大家知道 它只要中间断了 它就会消失啊 这是我给它标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是一 对吧 这里是二 然后这里是一 这里是二 都没有到三过 对吧 好 现在已经是出现牛三了 那么牛三是不是很关键呢 不是很 本身牛三没有说那么关键啊 但是因为这里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打破规律的意义 所以它很关键了 因为之前没有成立过三 如果它这一个月形成三的话 那么就是一种什么呀 可能是一种加速上升的开始 那么它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才会形成三呢 形成三 牛三呢 那就是它大于四天前的蜡烛的收盘价 我们数一下 那就是这个蜡烛 阴烛的啊 这个阴烛的收盘价 对吧 它是四天前嘛 对不对 那二是一嘛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四 对吧 这是四天前的收盘价 是多少呢 1649啊 所以只要这一个月 这是月线图啊 这一个月收盘价收在1649之上 高过它 牛三就可以形成 对吧 牛三就可以形成 那因为它是月线图 它一定要走完整个月 才能够知道 现在有形成三 不代表它到12月29号那天 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它到下周就断了 那么它可能就失败了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但是呢 有规律打破的时候 哎 我会在视频里面给大家去提醒啊 所以一定 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赶紧去订阅一下 这是第一种规律打破 第二种的话呢 其实资金是提前打破啊 资金也是提前打破 你看到吗 它跟之前比的话 你看哦 红代表主力资金的红柱 它已经是高过前面的红柱了 之前都没有怎么高过 之前都是属于 尤其是这个地方 形成一个典型的背离啊 你看这个地方 价格是不是创新高了呀 这根红柱价格创新高了 但是你看它的资金啊 明显是低过前面这一根红柱 这一根筹码的 这就是一种夹涨 好了 如果这个月的话 其实价格还没有突破 目前价格没突破 但是资金已经突破了 这个叫什么呀 叫叫量在价先 所以这是一种好的征兆 但唯一需要是保证的什么 就是说它能够一直保持 那就比较好 就是都不用这么高 只要把前面突破了 就是说把这根啊 因为这根比较高 把它突破了 都是一种规律的打破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从牛三 第二个呢 从这个资金的一个突破 去推演什么呢 哎 这个月啊 它只要继续保持 那么它接下来加速上涨的概率 或者是持续稳定牛的概率 就更高了 好吧 那么截止它目前了 这个牛三啊 截止目前它是涨了多少呢 是 是6.7% 6.7个巴仙 现在是涨6.7个巴仙 那从现在的价格到1649是多少个点呢 哎 目前是1879点啊 现在是1879点 那么到这个点位呢 是230个点 是14巴仙 所以从目前往回撤14个巴仙的概率 高还是不高呢 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好吗 可以按照你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啊 我呢 哎 我的逻辑大家给清楚 对吧 我不去猜它 你看资金如果一直保持打破规律的状态的话呢 那么它维持现状 甚至更强的概率就会更高 OK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只是在一个维度上 对吧 我们的维度包含多个指标的维度 还也包含多个时间周期的维度 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到最终的买卖点 去实现向下降维的收割 OK 好 这个是关于月线的 关于这个月线的一个图 然后 我们再看看一下啊 跟这个指数的板块呢 形成一个比较鲜明 对比的是Cosent这个股票啊 大家也知道 它是最早呢 是突破前高的 你看哦 基本上 它是已经低点太高 高点太高的 像指数的话 它也是低点太高 高点太高 但是 它总是 你看哦 这个地方 最近的这个高点是没有突破的啊 最近这个高点突破的就是Cosent 对吧 Cosent它有牛啊 牛三 它之前最多到达牛六 这也是为什么 它可能会更加强于板块的一个原因 对吧 因为它达得过牛六啊 不过到牛七的时候断掉了 对吧 这就是一种不同啊 或者是强势股的一种表现 等一下我们还会说它啊 这边我只是打一个比方而已 就是说什么样的周线月线走得比较好 走得更稳健啊 它有什么特点 就是这种走得好的股票的 月线图有什么的特点啊 它能够到牛五牛六 对吧 这样的情况 好 我们再回到板块 看一下周线图 周线图呢 是一个通道啊 这个通道我们不是今天给大家画的 在之前啊 你看在11月24号的时候 就给大家是画过这个图 对吧 当时呢 是讲Top Glove 但是我们每一次讲个股之前 都会讲板块 那你看这个Hiscale的weekly啊 目前的话呢 你看到今天为什么会调整 是不是很清楚啊 因为它正好 目前的话就是打到这个通道线的下跪了 对吧 预压回落是不是很正常的呀 对不对 上次也预压回落了吗 你看上次是不是在这个地方预压回落呀 而且我们当时在这个图上是别讲了 看到吗 当时就在这个地方讲的 对吧 哎 就是没有过去 没有过去你就认呗 因为我都说了 股市也不是你们家开的 人家的确他不想往上去走 然后正好有这种规律呈现 你就得要什么呀 顺势要依据规律办事 好 现在往上走 对吧 今天遇到压力回撤了 很多手套股啊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你要能够接受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它几个目标位啊 通道线下跪的目标位 大概是一万 一千九百点 现在是一八八三点 对吧 还差十几个点啊 不多 像十个点很少 如果这边走稳的话呢 还有一个前高 大概是一九二五点 再来就是通道线上沿 这是三个轨道啊 sorry 三个目标位 往下走的话 你就先看前低点咯 对吧 往下走的话 你就先不用买吧 对不对 好 这关它的一个周线图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 daily chart daily chart的话呢 其实你看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什么 绝处逢生的买点 如果你懂绝处逢生的买点呢 你都不会觉得说 哎呀 老师 等它长了以后 我怎么买到这样的股票 而是你在这边的时候 你就埋伏在那里 你说你已经get ready了 那它一涨 你买进去的概率大了 还是说 你什么准备都没做 哎呀 等它涨了半天 你再反应过来 量也买到低呢 对吧 一定是你提前有准备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当这个价格 回撤到青色县 深密县附近呢 这是红利进出的 绝处逢生的买点 老粉和会员就知道了 新粉朋友不知道 没关系 你今天可以学 我们对这个飘带 有几个买点 对吧 白色飘带代表欢乐带 多头占优 对不对 当它亲碰白色线 再收羊的时候 是一个 这个什么呀 云上飘的买点 当它呢 回撤到这个飘带里边 再收羊 你看这个地方 它收羊 但是呢 它收盘价需要占到 白色线以上 它没有占上去 不是买点 这是第二个买点 第三个买点呢 就是它继续撤 跌破飘带 到达青色线 没有跌破青色线 再收羊 并且收盘价超过 这个白色线的时候 是买点 对吧 三个买点 它正好是符合 第三个买点 对吧 这个就是你一定要学了 你就可以提前布局 你会在这守在这里 看有一个会员 给大家去分享 所以你看它的 一个日线图是什么 日线图呢 当它出现这个买点的时候啊 庄稼的这个操盘线 也钻到柱子里面去了 这个叫做量价其身 就是说价格启动的时候 有资金配合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收羊 看到吗 这也是收羊 但是呢 它的资金 你看它这个线还在外面 这就说明什么呀 只有价格涨 资金没有配合的话呢 那它就涨得少 或者是呢 对吧 力量不够啊 它一定是这个操盘线啊 紫色的操盘线 钻到这个柱子里面去 才是比较好的 启动上涨 今天它为什么跌呀 刚刚是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它正好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压力啊 通到线下轨 给到它压力 遇到压力 是不是一定会跌呢 如果没有比平常 更大的资金来助攻的话 它就会是正常的调 好不好 其实它现在调的话 调得很浅 你看它整个庄家筹码 还有77% 77% 你不用太过于担心 这种调啊 都是一种低吸的机会 好不好 它除了这一个 这一个绝对缝制的买点啊 如果有的朋友 你觉得说 哎呀 这个还是 比较麻烦的话 你看还有一个啊 它还有一个叫做 弱势超低的买点 就这个白色蜡烛啊 这个白色蜡烛 就是一个弱势超低的买点 也是一种买入讯号 所以你看 你掌握的工具多 那你就什么呀 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是吧 这关于日线 那么它调到这里 什么时候可以在低吸呢 你不说是低吸的机会吗 你就看60分钟图啊 60分钟图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是Hescat 好 我们看它的60分钟图 这个是 它的60分钟图 那你看60分钟图的话 怎么去买呢 当 你看啊 它现在是面临到 第二个买点 就是宝马回营 回撤到这个飘带里边 并且 在当收盘价 再次上穿 这个白色信的时候 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有没有上穿呢 对吧 不是光收养就可以买啊 要收盘价 上穿这个白色进攻带 就这个白色是进攻带 黄色是防守带 还有一个青色的生命线 对吧 它实际上是 还没有完全满足的 你看现在是盘中 4点23分 看到吗 4点23分 它没有站上去 等 对不对 60分钟啊 什么时候站上去 你可以考虑 对不对 站上去的时候 最好这个庄家的操盘线 能够钻进去 如果不钻进去 它也是涨的少 要么呢 你就干嘛呢 你就继续 你就干嘛 就是去看它的这个日线图 日线图 日线图 还有遇到一个问题 它是前面的遇到高点了 对吧 好 这个关系指数啊 我们讲的比较多 跟指数比较像的是哈达雷尬 我们先讲一下哈达雷尬 然后再讲top glove 好吧 哈达雷尬的话 什么情况 先看一下它的周线图 也是一个通道啊 对吧 比较像啊 跟这个指数有点像 它是遇到前高点啊 目前也是有压力 遇到前高点 在日线图的话呢 我就介绍大家 用这个布林线啊 因为它这个 一直是在 这个中轨 白色线的中轨 以上运行 它今天实际上 它昨天啊 昨天是一个买点来的 对吧 昨天是一个买点来的 但是因为它那个什么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它的盘中的图 哈达 五一六八 嗯 好 我们用这个看也可以啊 用用用用这个看也可以 应该跟指数是不是很像啊 对很像啊 那么它应该什么呀 今天也是一个地系的机会吗 对 也是一个地系的机会 而且它有空间 你看啊 它的周线图是有空间的 对不对 周线图的话 它过了前高点 它上面还有空间啊 它这个压力不像指数那么大 好 那我们看看它有多大的 这个 这个潜力啊 其实往上去走 我们就看它的六十分钟图啊 六十分钟图 它也是回到这个 银票带里面了 跟我们刚刚说的板块指数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股票的话 你就像刚刚 就有会员 它就正好是在这里买的啊 你看当天最低价是两块三 它买在多少呢 买在两块三毛一 看到没有 买在两块三毛一 非常低了吧 为什么它买的这么低啊 那就是因为人家有准备 好吧 有准备啊 它你看最低价两块三 它买的两块三毛一 为什么 它就准备在这里了 它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绝处逢生的买点 人家就守在这里了 它可能不是从这开始守 它可能从这守 但因为这没有符合条件 不买 对吧 这符合条件买 对不对 就这样子的啊 就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反应会更快一些啊 这是关于哈达啊 哈达呢 跟这个指数有点像啊 我们再来看top glove top glove的问题是什么啊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图啊 周线图也是遇到这个通道啊 它跟指数也是比较像的 我们在上周 在这个视频里面啊 在当时的日线讲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7啊 到7 后面的话是正好是到9 起来的吧 对吧 好像正好是到9起来的啊 嗯 你看啊 哎 不好意思啊 好像按多了 好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它的周线图 top glove啊 这是它的周线图 周线图呢 遇到遇到高点 起也下来了啊 今天也下来了 对吧 今天也是到牛3啊 但是我们之前看上一波涨到9 对吧 我们上次讲课详 这里面是到7 对吧 当时就说了啊 到9 就是一个潜在的出来的点 对吧 正好在这边出来以后 它就跌了 对吧 这一次呢 又符合一个绝处逢生的买点 然后现在呢 又遇到前高点 一个是前高点 第二个呢 就是周线上的这个压力位 哎 不是这个股票啊 周线上的压力位是哪一个 是这个 这个 top glove的周线 这个 你看 是不是也是这个通道啊 嗯 是不是遇到这个通道 所以呢 要小心一点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daily卡 现在是3 牛3 有多大的一个概率啊 它能够突破 我们也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吧啊 60分钟图 我们打开石盘的图来看一下 现在是4.27啊 这个是7113 好 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 这个是60分钟图啊 也一样的 看到吗 庄家是40% 嗯 你看 它下跌没有出现青色的被套筹码 就是一种很好的准备区服低息 但是就像上次一样 如果它没有给你机会 你不要随便进去 好吧 要做确定性的交易 好吧 然后 涨多涨少 就留给市场就好了 对吧 我们说 做好确定性的交易 然后呢 利润自然会赚过你 对不对 好 这是关于它的60分钟图 所以你说下周发财报重不重要 我跟你说 短线可能重要 但是长线来讲的话呢 你还是要依据这个图来做 啊 不 现在最近不管是supermax 发 还是说什么发 对吧 上次supermax发就 就就跌了 但是大家知道 那跌的话 这个很多手套股都到9了 到9或者到13就跌了 对不对 它并不是因为财报 这一件事情 然后扭转了整个股票的一个趋势 对不对 它整好是有那个规律在那里啊 所以呢 财报的重要性大吗 没有那么大 除非你做超级短线的人 你稍微看看盘 对吧 正常情况下来就 来讲的话 你要以哪张图为主啊 就是这个周线图啊 这个周线图 它能不能站上去 站上去 柳岸花明又一村 站不上去 它还会震荡 因为你看它的周线啊 这个青色筹码还是不少 就是说有沉压的 它不像cos 那cos的话呢 它就好很多 你看这个是cos cos的话 它就主力筹码 就高于什么散户筹码了 对不对 我们顺便看看 它的一个周线 你看周线的话 都没有被套筹码了 目前来看 没有被套筹码了 对不对 那庄家早就空盘了 它不一样 对吧 资金更多 就更容易去赚 所以你再看 它的一个什么日线 也是一个低息的量级 今天跌也是低息的量级 那么它为什么今天会跌啊 你看 是不是正好到这个通道上沿了啊 所以你画一画线啊 你要没有 不会画线 你就用指标 用这个红利进出 对吧 它低息的第一个目标位 就是昨天大阳线的一半 一块七毛七 如果没撑住 那就到这个欢乐带的第一根白色线 再没撑住防守线 再再没撑住 最后的绝处风筝 就是这个青色线了 好吧 再跌破了那就先不看了 当然你得有工具看啊 你有没有工具的朋友 你就领一个试用版 好吧 领一个试用版啊 我们现在圣诞影活动 你赶紧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来使用就可以了 当然呢 除了手套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股票啊 会员也有从其他股票有赚钱 像这种大牛股 你看啊 这个18%了 对吧 每天涨一点 每天涨一点也挺好的 能赚钱就是一道理 对不对 稍等啊 我们看 0285啊 有很多牛股 你看 很好的吧 软件一选就选出来了 对吧 也挺好 反正能赚钱就可以了 最终的话呢 我们还是什么呀 要赚啊 才是一道理 那么你想要系统的学的话呢 我们会在周六下午的四点钟 有马股专题的周富盘客 帮你如何挖掘暴涨形态股 主要是基于现在 美股美联储态度急转 那我们的策略要怎么改变 才能够跟上这一波疯狂的行情 好吧 美股是疯狂的啊 马股呢 也是在涨 对吧 我们呢 能够挖掘出更多好股的形态 这个是内部体验课 想要报名的朋友 也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就可以了 好 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一个专题 马上到圣诞节了 MG来想给大家准备一些特别的圣诞礼物啊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来多多的转发 让你的朋友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视频 有点赞达到300个 那么呢 我会打算在下一个礼拜 给大家开一次直播 给粉丝来做专门的答疑 当然呢 也会准备很多圣诞礼物送给大家 并且这个答疑会哦 是在盘中给大家开的 所以盘中啊 你有任何问题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来 尽情给大家来做答疑好吗 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把我们的转发 点赞和订阅定起来 只要我们这个视频 点赞达到300个 我就下周给大家去开直播 好了 谢谢大家的分享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